萝卜头 快出来 光头墙又去砍树了 四耳的喊叫将我吵醒 一睁眼 发现自己正蜷缩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土洞里 什么萝卜头 我不是刚躺到床上睡觉吗 这是什么鬼地方 难不成我又做梦了 人还没清醒 一阵尖锐的机械声在脑袋里骤然响起 脑子炸裂般开始疼痛 欢迎进入熊出没剧情世界 因不明生物入侵 剧情被恶意篡改 请严格遵守下列规则 跳跳已经死了 不要让它跳到你的身上 不要相信蹦蹦说的任何话 别吃熊二给的蜂蜜 千万别吃 找到肥波 只有肥波才知道怎么离开这个世界 可以放心相信光头墙 它的电锯声可以暂时驱散那些东西 积极的皇冠里有你想要的所有真相 注意千万不要被毛毛发现 不要听熊大的指令 不要被他们任何一个发现你的真实身份 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思索 就被一双大手给拎了起来 是熊二 那个憨憨 但是此时的熊二 眼里却闪烁着不属于他面容的精明与诡异 萝卜头 你今天是怎么了呀 感觉你不太对劲哦 熊二拎着我的后脖子 我看见了他眼下一闪而过的绿光 一声巨大而嘈杂的电锯声 猛然将我唤醒 吓得我一击零 不对劲 熊二在熊冲破里面 一直都是个憨厚缺心眼的角色 他怎么可能会这么快就注意到我的异常 咱们先吃口蜂蜜吧 反正熊大他们已经赶过去了 咱俩可以慢一点 心中突然警铃大响 别吃熊二给的蜂蜜 千万别吃 规则瞬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连忙摆摆手 拒绝了熊二 但他的眼神却一直盯着我 伸出的手也没有缩回去 你不是萝卜头 你是谁 我看见他的眼睛越来越绿 身上的皮毛裂盖 露出鲜红臭臭的血肉 脸上的表情被一坨坨红疙在遮掩住 咬牙越来越长 熊二 我昨天吃了你的蜂蜜 拉里晚上的肚子 等会还要去找熊大他们 这可不能耽误 我禁不住往外冒 我也只能赌一把 熊二 昨天萝卜头确实吃了你的蜂蜜 是跳跳 我再次想起了那条规则 跳跳已经死了 那这只松鼠到底是谁 而且 他为什么从暗处走来 难道他一直在监视我 我看见熊二身上的皮毛 渐渐合拢 仿佛刚刚遇到的一切都只是错觉 那走吧 别让他们等急了 我和跳跳跟在熊二身后 同时 我还得警惕跳跳的靠近 你不是萝卜头对吧 这个世界早已经被怪物占据 早就没有森林了 规则是不是说我死了 那是假的 这是那群怪物的阴谋 根本没有谁能离开这里 你也是 他的脸完全靠近我 声音语气满是笃定 你是外来者 对不对 你快回答 是不是 是不是 跳跳的话语越来越急躁 眼下的红光疯狂闪烁 仿佛只要我一承认 他就可以马上跳到我的身上撕碎我 这十分不对劲 不要被他们任何一个 发现你的真实身份 跳跳知道某些规则 可我不敢相信他说了任何话 再也没有得到新的规则前 我得相信他 你怎么了跳跳 我就是萝卜头啊 你和熊二今天真是莫名其妙 我挺直背脊 大步朝前走 跟上熊二的步伐 余光默默停留在跳跳身上 他果真停了下来 低着头 不知道在思考些什么东西 所以 刚刚的一切 果真是试探吗 幸好 幸好 我没有自乱阵脚 熊二 你们怎么才来啊 那猫头鹰没两口肉 咱都快吃完了 看见熊大的这一刻 我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中一样 瞳孔忍不住放大 脸上的皮毛 完全被鲜血覆盖 心臭味扑面而来 嘴里还不停地在咀嚼 蹦嘎蹦嘎的声音 听得我头皮发麻 不是要阻止光头墙砍树吗 这是在干什么 猫头鹰 那不是荼荼吗 他们吃了荼荼 熊大挪开他巨大的身躯 我这才看见了屋里所有的情形 叽叽毛毛 拿着荼荼的羽毛上蹿下跳 光头墙正吃着荼荼的翅膀 一丝便是血淋淋的皮肉 滴答滴答诡异的药名 熊大直接朝我丢来一个东西 我还没看清 就被砸了一下 缓过神来 与荼荼死不明目的眼神对上 是荼荼的脑袋 我拼命抑制 即将脱口而出的尖叫声 强忍住要甩开这个头的冲动 萝卜头 你不是一直挺喜欢吃脑袋 这个可是我特地给你留的 不要听熊大的指令 应该也包括这个 同类蚕食的景象 一幕一幕摧毁着我的三观 这原来不是个童话故事吗 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我才拉肚子 今天就先不吃了 给熊二把 惊恐绝望的神色怎么都藏不住 他没看光头墙 而是在警惕熊大他们 我靠边一站 腰突然磕上一块凸起 碍于身高 他们瞧不见我此刻的动作 真正的皇冠在毛毛手上 别碰唧唧头上的皇冠 如果光头墙取下帽子 不要犹豫 千万别回答他的话 洞洞是唯一活着的动物 我刚看完 这些字就随着阳光的映射 慢慢消失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这片森林 到底成了什么地方 我目不转睛 盯着他们大口吃着肉 嘴角的口水掉在桌子 混着冤死的亡魂 简直难以置信 熊出没 早就不是记忆中的样子 窗外的树影婆娑起舞 像是张牙舞爪的怪物 阴影足以将所有东西吞噬殆尽 萝卜头等会儿 陪我去外围转转 看看能能遇到猎物 是光头墙在和我说话 我想起来了刚刚出现的规则 要不要回答他 这条规则是真的吗 剑舞一直没回答 他也没着急 只是一直在笑 嘴角边的裂口越来越大 直到嘴角 鲜血顺着裂口缓缓流下 有黑有黑的瞳孔逐渐放大 聚焦在我身上 我不能回答他 他不是光头墙 我看见他起身 勾住那把搁在柜台的电锯 正准备拉开 萝卜头等会儿 可是要和我一起出去 光头墙 可不能和我抢人啊 一只黑猫从窗檐 跳到我的身前 替我回答这句话 光头墙才慢慢恢复正常表情 一言不发地拎着电锯离开 我被肥波的尾巴 卷上他的后背 被他驮着离开 走到森林外界边缘 肥波才再次开口说话 你看见他们现在的样子了吧 一个个的 都是怪物 他也不管我有没有回答他 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说着 最先出事的是光头墙 那些东西一口一口把它吃掉 留下一副空荡荡的皮囊 占据了他 只要他拉开电锯 听到声音的动物 就会控制不住地 把自己的身躯放在下面 然后被斩成两截 突突就是这样死的 肥波好像陷入了什么回忆一般 也对 他在熊出墨里面 与光头墙相依为命 如今光头墙却成了这个样子 若他是真正的肥波 难受的情绪 倒也显得合情合理 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 一直没有说话 只有找到真正的积极 拿到最后的规则 才能找到回去的路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你没有办法 毕竟 你也不想像他们那样 尸骨孤零零的 被埋在这片森林吧 肥波 你快去帮光头墙 他找到猎物了 我悄悄避开了 与这只松鼠的接触 实话说 我分不清蹦蹦跳跳 我知道了 蹦蹦 今天的晚餐 记得带点松果来 肥波甩了甩自己的尾巴先行离开 留下我与蹦蹦大眼对小眼 不要相信蹦蹦说的任何话 蹦蹦是唯一活着的动物 这两条规则分明有奇异 只有一条才是真的 想到这里 我暗自吓了一个决心 等肥波离开后 我才悄悄对蹦蹦说 蹦蹦 我等会想去地里找找萝卜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萝卜头 你疯了吧 现在森林里哪里还有萝卜 都被那群怪物吃干净了 我骗他自己找到了一块野生萝卜地 可以去看看 蹦蹦反而用特别无助的眼光看向我 满眼都是恐惧 他赶紧跳离我身边 萝卜头你不会也被附身了吧 你也变成怪物了 他拔腿就做事要跑 我赶紧拦下他 蹦蹦 你仔细看看我 我没有炸裂的皮肉和獠牙 我终于可以确定 那两条规则里 蹦蹦是唯一活着的动物 可以相信 那么 我也可以信任蹦蹦说的话 萝卜头 我好害怕 他们都变成了怪物 这样来看 如果我没有进入这个剧情 那么蹦蹦和萝卜头 也会成为那些怪物口中的食物 可是 怪物明明和萝卜头很熟悉 又或者说 在我来之前 萝卜头就已经变成了怪物 蹦蹦不知道 萝卜头已经是怪物的事实 所以 蹦蹦是萝卜头预定的食物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一时之间毛骨悚然 过了半晌才开口说话 蹦蹦 别担心 我们会逃出去的 你知道 吉吉和萝卜 现在住在哪里吗 没错 自从被不明生物 生物入侵后 大家的住所 再也不是从前那些地方了 尤其是吉吉萝卜 如果不主动出来 很难找到它们 我被蹦蹦 带到一个被水潭围着的山洞前 再次被眼前的景象冲击到 一片片的尸骨 堆积在山洞两侧 沾血的皮毛 做成地毯 从里面铺成满整条道路 这水潭 俨然成了一个血池 我再也控制不住 自己趴在旁边的树下 狂吐起来 好不容易缓过来 正准备先找一下肥波 询问些事情 却被毛毛叫住 萝卜头 你平时不是特别讨厌 咱们这边的味道吗 今天怎么还愿意独自过来了 探究的神色 明晃晃写在那张猴脸上 一股难以言明的诡异感 充斥在我的胸腔内 等等 独自 我不是和蹦蹦一起的吗 那蹦蹦呢 他去哪里了 一个接一个问题 涌入我的大脑 我无暇思考 现在还是回答 毛毛的问题比较紧急 我想来就来了 怎么 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当然可以 不过积极国王现在在睡觉哦 你可不能吵醒我家大王 知道知道 你家大王最金贵了 山洞里的情形 比我想象的远远要好得多 浓厚的血腥味 总算没有在环绕着我 我担心蹦蹦自己跑了进来 又想趁机找到宏观 借口说想吃点水果 毛毛大概是不想让我发现什么东西 让我在这里等着 他去拿香蕉过来 我趁此眼睛巡视四周 积极的宏观里 有你想要的所有真相 注意 千万不要被毛毛发现 真正的皇冠在毛毛手上 别碰积极头上的皇冠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我碰了积极的皇冠 会怎么样 一边沉思 一边伸出了手 刚刚触碰到 毛毛就离开冲出来 准备阻止我 不要碰它 有猫腻 毛毛反应太大 这很奇怪 我迅速抢过积极头上的皇冠 抱在怀里 亲眼看见 毛毛在撕心裂肺的喊叫中 刹那间化成了灰烬 积极还没有醒 我趁机看了看手上的皇冠 积极的皇冠 可以杀死毛毛 别碰毛毛拿的香蕉 注意区别蹦蹦和跳跳 出口在那片密林里面 注意 光头抢死了才会出现 小心积极 耳旁传来嘻嘻嗦嗦的声音 积极快醒了 我小心翼翼将皇冠带回他头上 他醒来的第一句话 没有问毛毛的情况 而是和我说 幸好你来了 不然我得一直被这个怪物控制着 积极的话是什么意思 他告诉了我许多事情 里面包括他皇冠里的规则 看着我藏不住的惊讶神情 他反而吃笑一声 走吧 伟大的救赎者 咱们一起去挥挥那些怪物 可是他漏掉了一条规则 小心积极 积极在说谎 或许 我可以选择相信肥波 毕竟至今为止 规则都没有否定过肥波 我拒绝了积极的建议 只是留了一丝余地 若是有需要 我会再来找他帮忙 走出去 我才在树林边上找到洞洞 他太害怕了 那个洞穴有许多不寻常的气息 他感觉自己差点在里面窒息 就先离开了 我当然是相信他的 毕竟这样畏畏缩缩的形象 实在和怪物搭不上一点点 告别他们 我偷偷联系上了肥波 我需要你的帮助 这句话明显在他意料之中 他甚至没有丝毫意外 直接拿出了一份详细的计划 借助光头墙家的房子 烧了他们 熊大和光头墙被排除在外 两头狗熊的力量太大 光头墙又有电锯防身 太危险 那吉吉呢 我看见吉吉也在计划之内 简单想了一下 还是选择把自己看见的规则 告诉了肥波 既然不清楚 还是一并处理了好 毕竟现代的剧情 险香还生 你也不想留在这里吧 离开之际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分的轻跳跳和蹦蹦吧 别弄错了 我当然可以 还有 让蹦蹦藏好这些药 这可是仅存的些宝贝 想到自己陷入金帝鼠的身份 我率先任领了 从地下潜行进光头墙家 埋下炸药的任务 肥波则负责将它们引过来 更棒 你带好这个铜钱 千万别取下 记住了呀 交代好一切 我才放心去准备那些东西 肥波 你不是说光头墙家藏了些蜂蜜吗 快拿出来尝尝 熊二已经跑了过来 啪了一声 就坐在床榻上 跳跳则是站在桌子 他最爱喝里面的果子酒 萝卜头 你待在那下面干嘛 上来喝呀 跳跳从一开始 就没有放下对我的戒心 看见我现在在洞里 可能开始怀疑了 我藏萝卜呢 等一下就出来了 他半信半疑的样子 让我顿感大事不妙 马上从洞里 抛出刚刚吃了半截的萝卜 他这才没有继续把视线放在我身上 好险 跳跳 我先说 等下光头墙回来了 记得提醒我 话刚落音 熊二就翻了个身 呼呼大睡起来 吉吉拿来了香蕉 摆在桌子上 昨晚我去找了吉吉 告诉了他一个假的计划 他既然来了这里 就说明他放下了防备 我在香蕉上看到了不明粉末 是吉吉被过身 偷摸摸撒下的 肥波说的对 吉吉不能留 正常的吉吉是个马大哈 粗心骄傲 可这次他醒来 一是没有问毛毛去了哪里 二是做事天衣无缝 如果不是我留了个新眼子 指不定就被他诱骗过去 吉吉喝了一杯 背下了迷药的水 晕了过去 旁人看来 岁月静好的生活 私底下全是阴谋和算计 我不想死在这群怪物手里 所以不能怪我心狠 是他们太残忍了 肥波的尾巴在不经意间翘起 在空气中微微摆动 像是在灰开灰尘 但其实 这是我们的暗号 要开始了 趁没有注意到我 我钻进洞里点燃火线 肥波带着蹦蹦锁上大门 早早在约定的地方等待着 砰 一声巨大的响声 烈火刹那间熊熊燃烧 所有的黑暗将在此得到净化 接下来 得去找那两个了 我亏见了肥波眼底的不舍 但是光头强 是他曾经相依为命的家人 不论现在如何 至少在过去 他们相依为命 走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但他现在绝对不能心软 如果他背叛我们 那么死的就会是我 肥波 他已经是怪物了 你想清楚 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 蹦蹦在肥波旁边 用力点了点头 铜钱在脖子上 随着动作摆动 我丝毫没有注意到 自己给铜钱上 明明串的是红绳 现在 蹦蹦脖子上的 分明是白绳 肥波独自望着 快被烧成灰烬的房子 不知名的情绪笼罩着他 我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在一旁思考 接下来的对策 熊二还好 可熊大和光头墙 可是俩个不好忽悠的 万一被发现了 后果想都不敢想 但是 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开弓没有回头见 熊大迟早会发现 熊二已经死了 肥波 等会儿你先拖住光头墙 蹦蹦和我一起去找熊大 我们决定分头行动 我必须先杀了熊大 绝对不能让他 和光头墙见上一面 熊二的蜂蜜罐子 此刻还在我手上 我不确定里面 你要的剂量 能不能离岛熊大 只能再加进去一点老鼠药 这是肥波拖出来的 本来打算给光头墙胃进去 但我想到了别的办法 找到熊大的时候 他还在树洞里面睡觉 憨声如雷 熊大 熊二说 要让你尝尝这个新鲜的蜂蜜 蹦蹦主动跳上熊大的臂膀 率先说出了诉求 熊大虽然还没有完全睁开眼睛 却依旧谨慎 熊二那么宝贝这个罐子 怎么会让你们拿到 在熊大的注视下 我感受到了难以抵抗的威亚 只能骗他说 熊二吃饱了 这是为他留的 他这才张嘴吃了几口 担心药效不够 我接过蹦蹦手里的罐子 拼命往熊大嘴领道 这才突然摸到罐子底下 粘着一张小纸条 我居然在之前都没有发现 熊二的蜂蜜可以解毒 别让熊大吃到 他会发疯 完了完了完了 熊大果然突发一变 吼龙 你是外来者 外来者都该死 不好 怪物彻底撕开熊大那层束缚的皮毛 彻底跑了出来 我立刻拉起蹦蹦 就往外面跑 身后的怪物 欺而不舍追赶着我们 蹦蹦 快跳 我被蹦蹦的尾巴卷起 奋力往前一扑 总算落到了粗壮的树枝上 还没来得及转身 就听到一声巨响 轰隆 一个大坑里面 那个怪物被竖起的尖锐的竹竿 刺破驱干 我看着它的血液 慢慢染黑了那周围的土地 它的尸体越来越干点 直到只剩下一堆 被爆爆的肉皮包裹的骨架 这是我的第二个计划 如果熊大一开始没有吃下蜂蜜 那么蹦蹦就会把它引到这里来 我整个人突然有点凌乱 这次的规则 怎么在这个时候出现 按照之前的顺序来说 规则应该是出现在事情发生之前 可这次却百般思索 仍不得其解 我好像感觉到了哪里不对劲 可是又说不出来 现在只剩下一个光头墙了 一切即将结束 我总算可以回到自己该回的地方 肥波按照计划 把光头墙引到了森林深处 那也是这个剧情唯一出口的所在地 光头墙 李老板的事情做完了吗 光头墙邪恶而蔑视的看向前方 我躲在旁边的草丛里 憋着气 生怕被他发现异状 李老板啊 他的肉就快晒干了 一股强烈的呕吐感顿时袭着而来 可惜了 他那把老骨头 包的汤实在是难喝 他们终于走到了那棵树下 就是现在 蹦蹦用力找割破绑在树上的绳子 扑通 扑通 山坡上的巨石粗树顺着力道滚下来 速度之快 光头墙没有任何准备 根本不可能躲过去 我们一直盯着他被石头卷走 才松了口气 奇怪 出口怎么还没有出现呢 光头墙不是死了吗 我喃喃自语 一道灵光突然闪过 不对 光头墙根本没有死 一道荧光突然划破空气 我迅速往地滴一钻 才侥幸躲过 是光头墙的电锯 他还活着 即便双腿已经被碾压成了肉泥 却以一个诡异的姿势 继续攻击着我们 直到肥波用一把铁灸 劈开他的脑袋 危机才想解除 就在光头墙倒下的那刻 粗郁的森林瞬息变化 黄沙掩盖了原来的黑土 酷制半叶遍地都是 与哀哀白骨交织在一起 这 直现在的熊出没 一道机械声 再次在我脑海里响起 锅造刺耳 注意 注意 检测到您即将出现生命危险 请快速离开 规则已被纠正 请遵守以下剧情规则 不要相信任何动物 剧情里根本没有肥波 肥波是假的 如果遇到他 别犹豫 赶紧逃 不要对蹦蹦发现真实身份 蹦蹦就是跳跳 我当场僵硬在原地 一阵一阵的冷汗疯狂往外冒 鸡皮疙瘩瞬间洗整全身 外来者 你要离开了 肥波在我身后缓缓开口 本该是好心提醒的话 此刻却犹如恶魔般的低隐 我根本不敢把头转过去 剧情里没有肥波 那现在我身后的是谁 还有蹦蹦跳跳 原来的规则说跳跳死了 这样来看 跳跳一开始就是怪物 他们篡改了规则 那场大火 烧死的才是真正的蹦蹦 他伪装成蹦蹦待在我身边 就是为了揪清我的身份 他和肥波都是怪物 可是 为什么 规则会被篡改 来不及了 快跑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面上微微笑着 脚下的动作 却是朝他们相反的方向离开 这千疮百孔的动作 连我自己都骗不过 有专门可能骗得过他们 可我无暇顾及太多 这都要有生命危险了 不跑还待在这里等死吗 外来者 你是发现了什么吗 蹦蹦 应该叫他跳跳 他直接拦住我唯一的退路 反正你等会儿 也要成为我们的食物 让你知道真相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这才知晓 原来这个世界 不止来过我这一个外来者 起初最开始的那个人 不小心喝醉了酒 把规则告诉了这些怪物 他当场就在电锯下 被分成几块 但是这群怪物 第一次发现规则的存在 接来下的几个外来者 无意例外 在被怪物们利用完 找到规则的漏洞后 全部死无葬身之地 我脚下的这片土地 说不定就埋藏了他们的尸骨 怪物篡改了规则 将将进入此世界的外来人 蚕食殆尽 本是应该作为保护机制的规则 在此刻 却成为他们的屠刀 可是怪物越来越多 他们的食物越来越少 为此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杀了其他几个怪物 逃出去 离开这个剧情 我是他们俩个挑中的刽子手 你们想干什么 我盯着肥波和跳跳 他们的皮肉一寸一寸炸裂 露出岩浆般灼烈的皮肤 眼冒红光 垂涎欲滴凝视着我 肥波 它是我的食物了 跳跳直接跳在我身上 张开锋利的牙齿 就要将我的脖子咬断 我狠狠将身躯一扭 把它甩下 再用力一蹬 周围的土壤开始松散 它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坠入了万丈深渊 还好 他们俩个虽然是同盟 但对彼此都有戒心 外来者 我可没有它那么愚蠢 肥波庞大的身躯 一步一步朝我靠近 我的身后只剩悬崖 出口却在肥波身后 吃了我 它就可以逃出去了 可我没有再出现 惊慌失措的表情 而是默然看向它 你仔细瞧瞧 我是谁 红色的血雾 在我眼前慢慢升起 只有一声尖锐的鱼音 响彻整片静默的大地 森林再度挥出成原来的模样 没有谁会知道 这下面掩藏着怎样的血型 嗯 我好久都没有吃这么饱过了 下一个会是谁呢 感谢观看